吳老師 剛剛我播給觀眾朋友看CNBC 這一段完整版是巴菲特 透過這個CNBC的節目 直接公開喊話 說他繼續買美債不用怕 不過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事實上了 這兩天確實反映的蠻激烈的 是確實 其實就是這次惠譽 他的那個對美國的債信降頻 他他他會產生不同層次的影響 就是從美國政府從投資者 其實他們的對應的方式 還有他們的感受 一定是有很大的差異 那當然對巴菲特來講 他是一個投資者 所以呢他現在 在買進美國公債 其實還是有他的道理 其實惠譽的那個 道理是什麼 你覺得常債在低檔的是不是 其實他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惠譽他的那個降頻 他會讓公債的價格下跌 那公債價格下跌 就適度的下跌 他其實代表是殖利率上升 那殖利率上升 他的這個產品 他就有投資價值 而且美國公債即使 即便他被降頻 他也將來 他也沒有倒債的風險 所以他的債信 只是從非常非常好 到很好 那他基本上 就是美國政府的公債 還是他有一定的信用 那只是對惠譽來講 對信品公司 他因為在過去 他的在就是 就是公債上限 的這個討論過程裡面 他看到了很多爭執 然後呢 這個對市場 也帶來一些不確定性 所以作為一個信品機構 我覺得他這樣做 還是有他的道理 他認為這些不確定性 你除非美國政府跟國會 能夠聯手 把這個不確定性把它消除 那將來不要再發生 那我想他就是還是可以回復到 那個AAA的等級 那作為一個投資者來講 巴菲特的意思就是說 老子低階啦 是沒錯 本多中盛 因為他本初嘛 是 所以呢 現在美國升息 已經到達到一個階段 那接下來呢 升息 就是這麼短的時間 這麼大幅度的升息 終究還是會影響到經濟 那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美國的經濟 他還是會逐漸出現一些狀況 那當他的經濟開始出狀況的時候 聯準會的貨幣政策的思考 可能就會開始改變 那當然最快 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就會轉成降息 那一旦降息 公債殖利率就會降下來 那公債價格又會上漲 所以現在呢 這個時機點 特別是會域 他降頻之後 他的債券價格還會再跌 所以呢 作為買點 來看 那現在確實是一個好的時機